Hello 网易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关小彤 因为首先美妆这个事 其实因为就离我生活本来就很近嘛 就要化妆呀 然后把我自己也很喜欢买一些这些 什么护肤的呀 这些化妆品啊各种各样的 然后呢其实当时拍 演一个美妆博主之前 当时也是做了一些就是看了一些很多 就是各种各样的关于 美妆博主的一些视频啊什么的 然后去看一看他们的Vlog呀 他们的生活状态呀 然后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录美妆视频的 就看了很多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希望自己是吃播 大卫王吃播 我真没想到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吃东西居然这么香 而且你那些就是食谱什么的 也都挺混的现在 对这个其实也没有想到 就是其实那天发的就是一个 粉丝的一个福利视频 然后没想到大家居然很好奇我在吃什么 那之后会不会就给大家多发一些这种 可以呀 以后如果再研究一些新的又好吃 又不会长胖的那些吃的 我会继续分享给大家的 毕竟减肥的时候 如果能吃一些好吃不胖的 就还是很幸福 我嘛要么就是少吃 然后要么就是多运动吧 然后其实还一个就是要多睡觉 不能熬夜 因为你醒着就老想吃东西 你睡着了就不想吃了 八面玲珑和冷美人都很相似 不同的地方就是凉爽是一个更加独立和成熟 然后更加胆子比较大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跟我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倒应该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 其实选择不管是未来的选择也好 其实都是很 很没有谱的吧 就走一步看一步 但只要是自己热爱的 不后悔的 然后愿意去为他而努力奋斗的 我觉得就行 就你愿意为他付出 我觉得就行 然后你付出了 如果什么都没有得到 你也别后悔 其实很爽 就像你说就是真的我们 休息的时候 比如拍是在这个宿舍 休息是在那个宿舍 不光熟悉和亲戚 然后又很陌生 因为都是别人的宿舍 就都是 这个里边有什么 然后那个座位里边有什么 就是因为它那个城市做得很好 就你一看这个人 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住在这个宿舍底下 所以可喜欢去那个宿舍里边 各种各样看 对特别好 就是相当的 每天大家 哇那真的是 当我们熟悉了之后 就每天就是贼吵 就是聊天就特别嗨 然后贼开心 气氛也很快乐 因为我妈特别爱说那个 就又什么什么的 这个那个 然后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又 各种又的这个语调 然后也达到了剧组 然后就导致了 我们四个人每次一见面 就是那种 就是各种各样的 启调的那种又 就是互相一见面 又来了 就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上头了 就是对细经 对这个又 就是特别的细经和上头 这么说我还真的想一下 本来台词里边 就没有什么 又你怎么来了 就可能就是 哎你怎么来了 然后结果就因为这个又 然后每个人都是 又你怎么来了 又这包挺好看的 又这天不 反正就全都是又 把所有的爱 那个就全都改成又 就全是这一个字 用了一整不细 可能也是彻底可能要 比如说要离开 学生这个身份了嘛 要进入这个社会 所以就是还是得对自己 就是未来的 比如说选择呀 包括是一些事情的 一些态度吧 可能都要有所转变 也会有一些困惑 比如说怎么去接戏啊 去拍戏啊 但是就一步一步来吧 总是要面对的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胆子其实是变得大一些了 因为首先哥哥姐姐们 就人都特别好 就很亲切 这个环境会让你有很大的一个 就是释放自己的一个安全感 所以呢我就会变得 就是越来越 挺敢表达的了 以前是有点不太敢表达 就现在也敢表达 然后也就是变得有趣了 因为他们说我逐渐疼化了 我不知道真的假 可能确实是有变化 可能就打开自己了 可能发现自己原来是这样的 就以前可能会有一些拘紧 或者收着一些什么东西 就现在可能就放开了 就放到地上了那种感觉 那如果有下一集的话 还会看到你吗 应该会吧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还是 毕竟都成家族了嘛 就大家现在还是有在 就是联系什么的吗 对对对 平常还是会联系一些的 其实我也一会一变的 就刚才我还说 我特别想尝试那种 就是宫斗戏里的坏娘娘 后来想想尝试一些傻格格 其实也可以 各种各样的性格都可以 想当那个制片员 想领导他们 想管事 你觉得你要表示演戏这一块 你会很顺避吗 这一块先不考虑 主要是想让大家都听我的 想管大家是吧 对想直接就是越过那些困难 成为一个厉害的制片人 但这就只能是做的白日梦 但是有梦总是好的 前段时间因为就是很多很静的事情 有充足时间可以去准备论文 然后最近的话也就是 如果是比如休息的话 就是在家里面招猫斗狗 然后看看电影 听听音乐 然后偶尔翻两眼书 然后最近有了新的事 其实说白了 我之前比如买猫养狗啊什么的 其实包不光是我 也不能说有很多吧 有一部分吧 我觉得大家可能买完猫之后 就是都是给爸爸妈妈买的那些猫 如果就跟父母一起住啊 跟你的父母 可能比跟你要亲一万倍 就是完全不认识你是谁 然后只认识我爸我妈 就这样 所以我最近呢 就是为了就是想养一只 就真的属于自己 就是负责人铲食的一只宠物 然后选择了一只猫 然后我最近就是 在与他熟悉的过程中 为他铲食每天 给他铲食铲尿 对 然后给他喂食 哄他睡觉 还要被他挠 接下来的话就是 还有一部剧 也跟二十不破同时播 你说这宣传好像也不太合适 那么大家期待一下 就年底吧 可能会有我就是这般女子 也是今年刚拍了一个 对这个好像岔开了就还行 说说这个这般女子吧 可能就是在年底 因为也是前段时间刚杀青嘛 然后这段时间也是有一些别的工作呀什么的 休息然后调整一下 那最近还会参加一些综艺吗 目前不太会吧 有接到什么新一份吗 那倒是有 就是每天还是有很多 但是就得在众多当中 要选一个最好最适合自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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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